《身份》這兩個字是很嚇人的 我問學生什麼是身份 他們通常三分鐘後都說不出來 但我想在九十年代 說身份就好像很自然 身份通常當你不太知道自己怎樣 我下一步怎樣走 我整個家裡下一步會不會要移民 當一些很習慣的東西失去了 或者很危險的時候 經常會問一個很簡單的問題 究竟我是誰 就好像成龍電影我是誰 身份其實就是我是誰的答案 因為答我是誰這個答案可以很多樣 所以其實身份可以有很多不同定位 很多不同的想法 最簡單我是誰的答案就是我就是我 我這個人每天起床就會上班上學 教書很多年來都是做這樣的事 所以簡單的身份就是個人身份 我是誰 大家說我是誰就不可以忘記 我是我爸爸和我媽媽生出來的 我小時候隔壁有很多兄弟姊妹等等的人 對於我也是我家裡成員的一部份 所以身份一定有個人身份 但是同時也會大過個人的身份 家庭是第一個大過個人的身份 再大出去就是家庭之外 有鄉親有倫理 再大一點就是我上學有同事 我想在九十年代有趣的就是 我們這班人就不單止出來說我是我 或者是我媽媽的兒子 不是那麼簡單 甚至有些時候說我是香港人 那個是很寬的 正常的人不會無緣無故說我屬於一個病房 當然是當那個病房有些東西爆出來 大家覺得有些東西可能 原來以前集業為常覺得都挺好的東西 很少去思考 很少去深究 但是那時候覺得這個東西沒有了 原來是幾乳赤 就開始問或答過我是誰的問題 就會那個範圍寬 我是這個地方的一份子 甚至我想九十年代 我們不單止說我是香港這個大範圍的一份子 更加是我很愛這個大範圍 這個日子在歷史上是很出奇的 例如我小時候讀書長大 經常都被人笑香港是文化沙漠 香港人沒有歸屬感 香港人是第一時間賺錢 在歸屬地道 但是到了九十年代 你開始出來拍照的時候 好像說我是香港人 和我很愛香港 我很不想香港消失 那樣東西好像很自然 所以身份 我想第一就是很多蟲 很多時候慢慢積累 積累到某個關頭 一些大的身份原來有時也挺重要的 大到我們要生要死 例如你為它用盡各種方法去拍出來 多貴的菲林也好 用冷架相機拍照 都是想記入一個大範圍的身份 當年我教書也很辛苦 有一段時間很瘋的 寫很多報紙專欄 寫到今時今日身體不好 歸咎就是當年明報叫我寫又好 我又幫你寫 因為我們打爛臨頭 我們的身份受到挑戰 所以我想當時遇到你 兩個在一個時代 和身份的嚴重 在召喚之下 大家開始用自己的方法 去找回我是誰 以及這個是誰的問題 如何有一個好一點的出路 給你吃 你多點心 掉下 一樣 我ulsion 0 5 5 7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